在不少消费者眼里 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奢侈水果 几年前出口到中国的马来西亚猫山王榴莲 在中国的零售价格是非常高的 毕竟叶旦冷空过后的马来西亚猫山王榴莲大约能卖到200元 但今年 马来西亚猫山王榴莲开始跌落深大 榴莲价格下跌的原因是 供应增加 受疫情影响 东南亚国家的榴莲出口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碍 导致大量榴莲积压在产 因此为了消化库座 产地国家纷纷加大对中国市场出口力 并降低了出口价格 2.需求减少 榴莲属于高热量 高糖分的水果不适合过量食用 尤其是在夏季高温天气下 更容易引起上火和消化不良 限制了一部分消费者的购买医院 竞争加剧 国内各种食令水果相继大量上市 丰富水果市场供应的同时 在一定程度上拉低进口榴莲价格 目前市场上销售的西瓜 桃子杨桃等水果的平均价格都在美金5元以下 相比之下 榴莲就显得不太具有性价比 如果榴莲市场的价格持续下跌 榴莲果园主可以考虑以下动作来应对这一局势 一 调整产量和供应 根据市场需求和价格趋势 适度调整榴莲的产量和供应量 避免过度供应导致价格下跌 可以控制果园的产量 以保持供需平衡 二 寻找新的销售渠道 开拓新的销售渠道 如餐饮业 超市 电商平台等 以增加产品的曝光度和销售机会 与商家和零售商建立合作关系 拓展产品的市场覆盖范围 三 提高产品品质和服务 确保提供高品质的榴莲产品 并注重客户服务和满意度 通过品质保证和口碑宣传 提高消费者对您产品的认可度和忠诚度 四 增加产品附加值 将榴莲产品进行加工和创新 提供更多样化的产品 例如榴莲干 榴莲饮料 榴莲糖果等 通过增加产品的附加值 可以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价值 五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与其他果园主或相关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共同推广和销售榴莲产品 通过联合销售 合作宣传等方式 共同扩大市场份额和提高溢价能力 六 关注市场趋势和消费者需求 密切关注市场趋势和消费者需求的变化 了解消费者对榴莲产品的偏好和需求 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产品创新和调整 以适应市场变化 七 进行市场营销活动 加强市场营销活动 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 通过广告 促销活动 参展展览览等方式 增加榴莲产品的曝光度 吸引更多消费者的关注和购买 需要注意的是 市场的波动是正常的 价格的崩盘可能是暂时的 果园主可以利用这个时机进行调整和改进 同时持续关注市场情况 并灵活应对市场变化 以保持竞争力和适应市场需求 你的关注粉香和点赞 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